再过两天就是愚人节了 去年我们听到一个愚人节消息 据说要成立一个熊安京新区啊 远期的这个目标可能要涵在 贴头熊母系的故事 一年了没听到什么沙尾 今年的愚人节呢 估计我们能听到一个三国同盟性质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三胖刚刚来溜达了一圈 还是按照他 经家的这个习惯 典型的王朝规制 两辆绿皮车 不停的流窜 来回的启动 回转 甚至回城的时候还被曝光 在中国境内的一个隧道里 两辆车来回的交错 这种典型的帝王规制 已经延续三代了 这次北京 给了三胖很高的 请位标准 我们通常都知道 一级请位 二级请位 三级请位 原先只有美苏两个大国 它的领导人 享受 比习胖 更高的请位标准 叫什么呢 叫特级请位 现在我们看到了 三胖也享受这个标准 前两年就有人开玩笑 把普京 习近平 三胖 合并在一起 称之为叫普希金 其实我们能看得到 在不久的将来 这三个国家 可能会形成一个年 而且这是一个事实上的 三胖手上最强硬的是资源 我们都知道 整个朝鲜半岛的 矿产资源 80% 集中在北韩 可以开采的矿物 大概有200多 其中铁矿石 茂山铁矿 是亚洲第一铁矿 北韩呢 一直是三地 历史上 南北朝鲜 一旦进行分割 北半边 从来就没有 自己养活过地形 它的地形有点像藏南 过了雪山 就是温润的湿地 可以称之为粮仓 南北朝鲜也是一样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 三八线 那是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 美苏两个阵营划分的 接受日军投降的 这么一道军事结束 沿着离中国边境 接近的地方 朝鲜安排了很多核基地 很多人一直在猜测 他是不是想祸害中国东北 一旦 基地任务失败 那么核污染 必将冲击到 东北国内 其实呢 这个担心呢 是应该有的 但是这个担心的基础 是有问题的 任何一个 北朝鲜设在 中朝边境的核基地 它一旦发生问题 污染 就在所难免 但是它并不是为了 存着祸害中国人的这个心思 把这些基地建在边境上 这是延续了 越战期间 南北越 十七度线的这个划分 因为我们知道 朝鲜战争在1950年 6月25号 爆发的时候 美军的反应很迅速 两天之后 他们就抛弃了 1950年初 由总统杜鲁门 和一月份 国务卿杜勒斯的 两个生命 迅速地派出了第七舰队 进驻台湾海峡 6月27号的这个决定 导致了最终的中共参战 那么美军吸取了 三八线的这个军事教书 在越战期间 始终没有轰炸 中国提出他 不要越界的 北纬十七度线 所以我们看得到 越南的很多 很多军工单位 都沿着这条线 在设置 朝鲜 核基地 它的设置 也是按照这个标准 它主要是为了 保护这些基地 不受美军的打击 因为任何一个 对核基地的打击 都有可能造成核污染 无非就是个 投属机器的东西 1950年 10月25号 中共正式宣布 跨国要的战 其实 在10月25号之前 过江的部队 就有很多 那么我们也知道 经过五四战役 到1953年 签订了核战裁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 是1958年 才全部撤离 这个中间 发生了很多故事 近日前 从一个抗联的小粪谷 发展到一个 弹丸小国的 军事领袖 政治强人 他清洗了苏联派 清洗了延安派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中国人民志愿军 刚刚跨过亚禄江的时候 不仅仅是 今日子 包括他手下的军官 甚至校级军官 位级军官 都是很看不起 四野改编的这支边防军 挂着志愿军的牌子 挂过亚禄江 原因很简单 他们跟那个 后来的公军司令 刘亚禄一样 都是福隆之军事学院 高采风 是按照他们的模式 来要求军官的 军事素质不谈 皮鞋 要插得正光挖亮 朝鲜人民军的等级很深 也 到现在 也是如此 当然了 共军打了几仗以后 稍许挽回了一些颜面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在朝鲜战争的过程中 表现 前后反转比较大 尤其是三次战役以后 出现了很多问题 美军换将 以其威上舟 中共换了司令员 以一些 纵队司令级别的 这些军官 来替代 中朝联军的指挥 不是威望的问题 其实他更是在 拿人命 在锻炼这些 大兵团指挥的经验 因为所谓的 抗美援朝的战争 得了一方 有四家 我们通常认为呢 战史上 中共预告的战史上 爆出的伤亡人员 大概是38万人 其中阵亡的 也就十来万 从民政部门 辅恤的资料来看 差不多有几十多 不到一百万 这些数字是几十年 慢慢爆出来的 是否真实 谁都不知道 很多人以为 中共断送了 百万青年的性命 帮助金家 保住了金家王朝 其实这个思路有问题 在朝鲜战场上 解放兵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降兵 他比老八路 更少 清除了一些土匪 清除了一些解放兵 稳定了 国内的 局势 1949年的时候 毛泽东站在中南海 与各方的 来参加政协 会议的这些 前国民党籍将领 民主人士 握手的时候 一直说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革命不分先后 随之50年 由国家主席刘少奇 开始签署命令 消灭国内的 不安定因素 实行镇反 镇压历史反革命 不管你是被俘的 还是投降的 担任过国民党籍 军官的一些 中下纸军官 地方政府的一些 行政官员 可能直接到县党 这一次 很多人都被枪逼 甚至有一些 曾经起义 反正过的 将来 整个朝鲜战争的过程中 盈利最大的呢 是苏联 他们自己 不仅没有派出地面部队 仅仅派出了少量的空军 而且 他们把二战期间 积存下来的一些武器 甚至是美国 军事援助他的一些武器 都交付给了 中朝 双方的军队 其中 中国这一方面 是用贷款的方式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了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其实就是在 还藏 这些军备 一直还到1965年 中共才把这笔枪 还完了 在这个期间 饿死了多少人 谁都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 这个数据没有公开 估计在 3500万左右 那么苏联 利用 美军 或者说 联合国军 这十几个国家的部队 被中共 拖在朝鲜战场上的机会 在欧洲打破了平衡 实现了 恐怖威胁 实现了对的 勉强 做到了一个美苏 战后能够平起平坐 这么一个平台上 所以你要说起来呢 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是苏联 同时 他也带动了 两个地区 一个是日本 日本已经被美国占领 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 美军需要一个 战时补给 生产 维修 武器设备 包括士兵的 轮修 受伤将士 娱乐 恢复的这么一个场所 所以日本 很快的 就借着这股东风 恢复起来 台湾是另一个 得力法 蒋介石政府 签台以后 地位是七摇八摇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不仅来了 第七舰队 而且还来了一个 麦卡瑟 那么美台 共同防御的 这么一个 条约的签订 彻底的保住了 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组治 我们知道战后 南朝鲜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韩国 他其实很累了 因为 以晨晚这届政府 一直到他辞职之前 他实行的 也是军备在先的 这么一个国策 没有特意的 发展经济 韩国的屯飞 其实 并不是四小龙时期 在这之前 美军要减少 在亚洲的驻军 把重心 重新放回欧洲 在这种情况下 因韩国政府的邀请 美国 日本 转移了一些 相关的 汽车制造工业 电子行业 奠定 韩国后来的发展 金日成 稳定住 北朝鲜的局面以后 他提出了这个 先军政治 金日成 1950年的判断失误 他没有想到 美军会利用 人川登陆 这么一种方式 迅速的击溃 他的部队 他始终觉得 没有完成国家 统一的这么一个重任 所以他始终把 军事 来的第一位 全国的军民 在他的训练下 在他儿子 孙子的管理下 到目前为止 还在维持着 这种状态 我们知道 前不久 可能两个月前 有一例 北韩士兵 叛逃南韩的 这么一个事件的发生 据说这个人 还是长官的驾驶兵 那么就是他 在医院 接受手术的时候 都被发现 他的肚子里有回首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 三胖这支军队 他的军需供给 不正常 他没有能力 维持 整个部队的 甚至是领导身边的 很亲近的 这种驾驶兵的 日常的营养配置 这些士兵 自己像合摸鱼 自己去抓一些动物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才会 带来一些寄生虫 一些未尝到的 这些疾病 这对战斗力 是有损伤的 那可想而知 基层的士兵 在粮食供给上 那就更不安全 所以他是一支 有数量 没有质量的部队 虽然 三胖的特种兵 他的数量 是全球第一的 但是作战能力 有多少 不知道 也没有必要财 三胖能拿得出来的 就是一个铁矿 中共能拿出来的 是生产制造能力 俄罗斯剩下来的 就是一个能源 这三个国家 其实 事实上 早就是盟友 而且面对世界的制裁 他们极有可能 在近期 组建一个同盟 这个同盟的建立 应该要看 外部世界 对他们的 策略的松紧 它目前是可以调整 并没有摆到明面 它可以定立一些 秘密的协定 不一定要公开 但是如果整个西方世界 对他们的制裁 要来得过于迅速 习胖扛不住了 他就有可能 提三方会 因为我们知道 俄罗斯最近几天 接受的压力 政治上的压力 是很大的 西方人 把他们看为叫 野蛮人 很多欧洲人 不太愿意承认 他们也属于欧洲人 那么俄罗斯的双头鹰 始终在看 东西两个半球 他非常希望 在欧洲和亚洲 同时获得尊重 事实上 我们在短期内 看不到这个效果 那么 除了卖资源 维持着军功上的一些 局部优势 俄罗斯并没有任何 可以拿得出来的强项 他们现在有一个强人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 他更愿意枪杀 反对手 我们能看到最近几年 意外死亡 被枪杀的政治反对手 甚至普京的竞权 对手 差不多公开的 已经有45位 三胖那边可能要好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三胖的火族 平壤 只有政治上 合格的 被他所信任的 才有资格居住 他应该是全球 控制的最严密 这么一个政治团体 没有质疑 习胖呢 这两年 接到了一些 敦促他辞职的 这么一些公开信 那么公开信呢 发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心里很慌 抓了不少人 这种思潮在国内 有一些拥护 所以查到最后 也是不了了之的 中共在朝鲜战争中 牺牲了大量的人力 精力 后来在中美 军事缓和的 一段时间里 双方的高级军官 护法 把他称之为 双方政府 发生的误判 所导致的 一场 错误的战争 事实并不是 那么今后呢 围绕 朝鲜半岛的局势 中国还是有出兵的可能性 出兵的目的呢 跟上次就不一样了 中共如果出兵 他会遵循三个标准 第一 冒山铁矿 第四 其实最重要 他要拿到一个 面朝日本海的 出海口 解决制约东北发展的 瓶颈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清政府当时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彻底的让中国 失去了北方的出海口 有了靠面向 日本海的出海口以后 不仅仅中国多了一个 出海的通道 同时 在南海发生危机的时候 可以开通一个 北冰洋航线 因为现代科技 现代的破冰山技术 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 向欧洲的运输 将变为可能 中国呢 有一些自己的打算 三胖的打算更多 年纪轻 老大灵活 受过西方教育 心狠水拉 所有80后能做的事 他都做完了 大多数平常人不敢做的事 在他这种 帝王级的地位上 他可以藐视 人间的一切力量 在他的国家 他才是一个独裁 虽然他小 但是他很孤傲 他的政治手腕 并不比谁差多少 你可以称呼他为小流氓 但是他很成功 至少目前是 那么我们知道 普京呢 善于 利用他的手腕 利用一些合法的游戏规则 甚至他会修改规则 他事实上 已经做到了终身职 这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把三个国家捆在一起 他们才能够 相对长久的控制政权 控制本国的资源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才能在国际社会中 继续的存活下去 克鲁晓夫的女儿 对普京有一个评价 叫一日克格勃 终身克格勃 除非普京死亡 他的统治手腕 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我们这边呢 习胖不一样 因为他的教育 因为他的出生 因为他年轻时候 曾经被损伤 或者被压抑 那么长期一贯 受辱受迫害 是这种黑五类的孩子 被压抑了以后 他心里接近于变态 很少有人能猜出他钥匙 就算他现在求名 想力挽狂澜 让中共能够长久的执政 永久执政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测 他上面的动作 甚至他的班底也很不稳定 他启用了一般 与他相熟相知的 这么一些亲朋故旧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他们有什么政治军事 施政各方面的财力 所以他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三胖子不然 他利用这六年的时间 基本上确定在国内的投下地位 甚至在未来的三国同盟中 他虽然最少 但是他的行动能力相当强 他可以保持 在他卡台之前的一言堂 西胖和普京都达不到 这是他的优势 不要老去盯着 西胖和三胖两个人之间的交易 因为幕后藏着的大佬 比他们更有决断力 我相信未来我们会看到 普 西 金这三个站在一起 他们的聚会 才是这个世界的恶人 也是我们的三国人民的恶人 因为光靠西胖一个人 他支撑不了这个国家 他也没有办法 把整个官僚体系 上下全部管理 整齐划移 如必食指 这个是他做不到的 但是他有了两个外援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他对内地的监管 他的行动力 他的迷惑能力 都会大大的提升 相对而言 他的政权 他的统治 也会越发的安全一段时间 虽然我们知道 这种合作 是短期的 是为了三个相对独裁的政权 能够更长久的存活下去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 在他延续民众苦难的同时 他也在激发 各自国家内部的矛盾 到了临界点 我们会看到一些新的变化 三国中任何一国 出现的大规模的变化 尤其是中国 一旦内部出现问题 出现变化 那么 这所谓的三国同盟 他是会互相传染 这个世界上 如此 不讲求正义 不讲求光明正大 用一些 龌龊的手段 来钳制人民的言论 思想 行动的 这种独裁国家 已经不夺见了 我相信 未来 我们会看到 中国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一点 如果这三国同盟 黑暗还将持续 一段时间